HELLO 大家好,我是Honey 終於來到9月 是我每一年最期待屬於處女助寶寶的月份 今天就會由8月用什麼為這個月的影片揭開序幕 如果你有興趣想知道這個月我又精算了什麼想跟大家分享的話 千萬不要錯過,我們現在正式開始 差不多每一天我都會收到DN問關於這個口罩 他的詢問度真的極高 可能因為他在IG story的出場率比較高 所以大家對他很好奇 我不是用了一兩個月的,其實都用了一段時間 不過也可以跟大家介紹一下 是來自韓國的品牌,叫做Goodmana 我用的尺寸是中馬 這款應該是屬於2D的口罩 然後我最喜歡他的地方就是他超級顯面瘦 我在一間IG購買衣服的時候會順便訂購,價錢是180元50個 不知道是不是最便宜 可能Gmarket也會有,或者更便宜 但是我就順便訂衣服,訂完口罩,一輪過寄過來就很方便 即場示範一下,我是屬於比較面圓的人 然後一戴上去,馬上收了面型 變得很尖,好像很瘦一樣 還有他覆蓋的範圍我都覺得是比較全面的 有一個小小的位置要留意就是我沒有鼻樑 所以這裏有時候會有個瓦礫在裏 我要調一調鐵線位,這樣他就會貼少少的 然後他的物料我就覺得不是超級透氣那種 但是也不會說焗到呼吸不到氣 我自己就覺得是很接受範圍 還有就是他的顏色,這個屬於比較淺的卡奇色 真的很好搭配衣服,白色的衣服,文青系的 或者是一些比較啡色的 然後現在很流行的燕蜜色,他都可以搭配 所以如果我想拍照,想拍片,想拍片的時候 或者要見人,我很多時候都會選這個口罩 然後要分享一個觀眾介紹給我的濕膚化妝面 用了一陣子之後都蠻喜歡的,又便宜又正 可以在HKTVMORE或者SASA找到 價錢大約是$25左右,裡面有80塊 大小跟我手掌差不多,旁邊沒有壓線的 現在乾的情況下都是很輕易,就可以分開五塊了 非常非常方便濕敷 真的你拿一轉就已經可以敷完整塊面 它不可以說是超親膚,超柔軟的那種 但是也不會刺臉的 它無論是面那塊或者中間那些都是同一個質地 這樣就不會脫棉水的 是非常非常之不錯的 用來濕敷是可以代替到我以前很喜歡用毛印那種的 我現在化妝就不弄濕它 但是可以給大家看一下我敷上臉的大小的 它是有少少彈性,可以拔一拔 然後臉一塊就夠了 我沒有面油去黏住它 畫面有點詭異 但是很想告訴大家 真的這裡五塊就可以完全敷到 額頭,兩邊臉,下巴 還有最後一塊會摺一摺 敷在鼻子上,全臉都可以敷到 這個真的很划算 謝謝你介紹 接著就是關於養生了 這兩個月我也有去一間中醫診所 找個女中醫幫我做溫針救 目的是想暖工 我的問題是月經量比較少 快會覺得自己要停經那種 然後就是顏色比較雨 比較暗沉,不是很理想 我本身是想不如調理一下身體 吃藥 但是中醫就說我太寒了 不如做溫針救個效果比較好 很多朋友都想我分享一下感受 究竟做完有沒有用 其實我現在只做了三次 真的不會有個突飛猛進的變化 但是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初步感覺 還有我看到有什麼不一樣 第一,最多人問就是痛不痛 是有感覺的 不是完全那種 是搞定的那種 今個月我做過最痛的事情 不是針救 是釘這個耳骨的耳洞 我現在碰到還是會心震一震那種 是怎麼說呢 針救你那一刻會有點彈 然後過程是沒有什麼的 因為它跟平時針夠不同 只是刺針 它上面會有一個矮粒 然後要燒 然後要照燈 會比較暖一陣的話 不可以說是很舒服 但是中間玩一下電話 時間又過得很快 但是刺完幾針 最重要就是有沒有效果 第一次我是生理期前一天去針 很明顯顏色是鮮艷了 未去到很理想 但是也沒有以前那麼暗沉 那麼乳色的 量就差不多 然後我隔了兩個禮拜 再針一次 然後再隔一個禮拜 我又針多一次的話 第二次的生理期 依然是顏色會再進步 量我覺得好像也差不多 但是有沒有再大的變化 就是我中間吃了少少雪糕 都沒有M痛 對呀 今個月 我去測試一下 我不是自己想吃雪糕的 Anyway 看中醫不是一次半次 就可以解決到長久的問題 是要持之而行 我亦都問過中醫 他說十次唯一的療程 在我的身上 我想每一個人都未必一樣 總之如果你有決心想解決這些問題 然後生活亦都配合到 你一路做溫針灸 一路狂吃雪糕 狂飲凍食的話 就真的沒什麼用 不要問我一些你會不會合作 要做多少次的問題 我是不會回答的 我不是專業人士 大家如果有興趣 就問中醫會比較好 而另一樣關於養生的東西 就是枕腳 大家如果有留意IG story的話 應該對他們不陌生 兩個竹肉鹽和一個竹肉桶 他們是來自台灣阿麻的配方 大家看不看得到 一個月我已經用了這麼多 原因是因為我全家都很喜歡用 有兩款的 黃色這個叫做甜靜好棉 然後啡色叫做漫步輕盈 兩個我浸完之後都很好睡 先離身 我是一個睡覺寶寶 沒什麼失眠的問題 還有世界末日都不會醒 不過分別就是 平時我睡完之後起床都會覺得累 或者個人很重 沒有精神 浸完之後你會知道自己回復了 因為個人很輕 然後真的有休息了的感覺 還有沒有做那麼多夢 是那一晚睡得很沉很沉 早上起床的時候黑眼圈小了 不要太大期望 做完事很辛苦的時候黑眼圈也是回來 但是我媽媽會失眠 晚上睡不到睡覺 然後很醒睡 因為她日後沒事做 所以日後她會睡覺 我懷疑 她晚上睡不到 總之她用這個甜症好眠 她沒有覺得會好睡 反而是用慢步輕盈 她真的很好睡 所以這一點大家可能都要留意 不同的體質可能都會有不同的反應 我浸浴的連枝是四年了 所以這個跟我平時的中藥包浸浴的藥包有什麼不同呢? 就是那些會調理身體針對性比較高 然後這個是舒緩 它的味道會比中藥包好很多 它的精油味是很舒服 很放鬆 就看看你去哪一件事 然後就關於竹肉筒 我拿過來給大家看看 她跟我半個人差不多了 有個手提的 然後是一個塑膠的質料 裡面會有一塊板像石春露一樣 是可以拿出來的 就這樣 一塊板 我們不要它 這塊板對我來說不是很重要的 有些東西踩一下 因為平時我用竹肉筒 底部是平面的 沒有東西踩的 這個有一點石春是蠻舒服的 但又不會有人按摩那種舒壓 然後到這個筒是很輕巧 你知道加上水的話 如果它本身已經有重量 是很難拿的 然後它是可以完美解決到土地的問題 因為平時不是我摺的 但是手殘的我 都可以摺到它這麼小 是很好做收納的 但的確我覺得它的價錢 不算閉眼想都不想就能入手 它是899元 一個竹肉筒 再加上兩張鹽 還有一個匙巾 每次我就用四個匙巾的份量去泡腳 我有認真想過究竟它跪在哪裏 和平時用桶去泡腳有什麼分別 始終我泡了腳也有四年的時間 其實如果用普通的桶 它的降溫是很快的 大約我泡15分鐘左右 它已經沒有一開始那麼熱 然後這個的確保溫做得很好 我可以泡大約25分鐘 流汗的 浸完之後 它的溫度和剛剛開始是沒有太大分別的 然後就是它的設計 大家會不會看到它一邊高一邊低 非常適合我這個小短腿人士 就是我這些不會有42吋長腿的人 如果桶比較高 一屈的時候就會卡住在這裏 但是這個 它是符合小矮人的人體工學 我真的屈完腳之後 暢通無了是蠻開心的 至於值不值得買 就是大家究竟會不會泡腳 泡腳對身體來說 真的有很多好處 最重要就是你會泡 如果你跟我一樣都是很頻繁浸腳的人士 除開每一天 我都覺得它是值得去投資的 但是如果你說買回來 只是摺在這裡 放在旁邊的話 我就奉勸大家不需要去買了 下一節就說食物 這個月有服有不服 這個截圖 在12元店買的 有沒有朋友喜歡吃海南雞飯的油飯呢 這個就是主油飯的超級懶人終極版 然後包裝的指示 2米 一包醬 和250毫升的水 全部放在電飯煲裡 搞定 真的騙人的 可以在樓下斬雞 再加上這個飯就扮成海南雞飯 雖然不正宗 但是對於廚藝新手 沒什麼技巧的人來說 這個真的是懶人方便包 大家有興趣的話 千萬可以試一下 我真的覺得無頭數 12元就可以有油飯的話 是2米去煮到 大約有4碗飯左右 真的非常非常好 說完正事就到服夜了 這一枝的醬油 我真的很失望 不是這個月買 我給了很多次機會 我在DONKI買的 850ml 小小只要20多元 我買的原因就是這個圖 我很喜歡吃雞蛋 尤其是太陽蛋 喜歡的程度就是 如果這個世界只剩下一樣食材的話 我會很不猶豫去選擇雞蛋 然後這個醬油 他說是專貨雞蛋而設 可以提升味道 我就馬上買了它 想都沒想過 然後我發現它跟普通的醬油 是沒有分別的 可能或者有分別 但是我吃不出 所以如果大家跟我一樣 都對它好奇的話 就不要買了 我覺得月和圓的甜醬油 是比較好吃的 唉 會用的 繼續用的 普通醬油而已 騙不到的 對了 這個就是今天想分享最後一件事 今天是沒有什麼護膚品和化妝品 因為我發現今個月我分享了很多東西 已經說完了 有些我正在使用 沒有一個很深的用後感 我就不想放在這條影片裡 硬撿一些東西出來說 所以今天就先來到這裡 希望大家喜歡看這個八月用什麼 有很多不同的類型 不只是化妝品和護膚品 我都有生活上大大小小的東西 想跟大家分享 對了 如果喜歡今天這條影片 記得給個讚 和訂閱我的頻道 我每個禮拜都下載兩條新影片 逢星期六下午三點 和星期日下午十二點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 我想應該會有眼尼的觀眾 留意到今天我戴的這隻戒指 是不是很漂亮 它是很少女風 很優雅 很適合平時斯文的造型 它上面這一顆是粉紅碧西 我經常會覺得如果帶水晶的戒指 是很老派 但是完全改變了我的想法 我真的很喜歡 我不只這隻戒指 其實我有其他食物 都是來自這間IG購物 全部都很漂亮 我都會放在info box 有興趣可以去看一下 有興趣可以去看 那是有興趣的 是 你很除非 你打算 每次要購物 還有一些 有興趣的 是 你 有了 你 又